專家駭蜜 Hello 施律師 你好 Hello 施律師 你好 Isaac 你好 香港樓價高企要入市一點都不容易 但無論買樓還是賣樓都涉及不少的法律程序 剛才Isaac也說了,真的要找律師 當中的程序是怎樣的?過程是怎樣的? 通常買賣樓宇都分開幾個步驟 除非買賣雙方都是互相認識的 如果不是的話通常都會經過地產代理中介 去介紹物業給買家 中介有時候就幫買家 負責準備臨時買賣合約 同時買家要付一個初步訂金 或者臨時訂金,我們叫做小訂 下一步就交到律師行 就辦理草宇買賣合約 到時就交過大訂 大訂通常加上小訂 一共是百分之十的 當然這個有因個情況再改變 大概一個月之後 兩個月之後 當律師行看那些契約各方面 沒有問題,業權沒有問題 一共是安排成交 成交就是交告的尾數 尾數通常是樓價的百分之九十 這樣就完成交易 當然買家如果需要做銀行的安全 會另外辦理的安全 基本上這些都是一些程序 一般的程序都應該會這樣做 沒錯,一般程序都是這樣的 大家要注意到個別的情況 如果有銀馬,樓價,銀馬大的 買賣雙方引力的協議 可能成交期會長一點 如果是牽涉的物業位置 是成功大廈的 有個別單位有租約 逐個單位去租約 那牽涉的程序和工作量大很多 通常需時要多久呢? 一般情況買賣普通住宅樓宇的 都是一個月、兩個月之間的事情 嗯,是的 近日也有律師行被香港律師會接管 凍結了所有戶口 對於部分買家來說 就構成了一定的影響 情況是否也比較罕見 過去有沒有一些相類似的情況發生過呢? 我們先不去討論個別的事情 是的,我們平常說的 我們講一般的情況 過去呢 我了解就是 內久不中 就不是很普遍的 都有律師行因為不同的原因 是 有些有的 都聽過 叫做介入的 叫做介入的 介入的 介入的時候 同時是凍結了銀行戶口的 有時候的情況是 牽涉的客戶 或者是買家 是比較多的 所以引起了傳媒的關注 律師行是根據法律 是有權的介入的 那麼 買入的時候呢 為了保障全部的客戶 或者是有錢 放在律師戶口的買家呢 他都會是暫時凍結到戶口的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呢 當個戶口的錢 和那個帳目是不符的時候呢 那麼任何錢 放給任何一個買家 都對其他買家 或者其他客戶 構成是不公平的情況 都不公平的 這樣就是 其實在律師 如果就這樣說 律師的角色 其實在買賣雙方的方面 都是很重要的 是嗎 是絕對重要的 差不多你放在銀行這樣 因為說真的 買樓 我們局限於說買賣 買樓 買樓除非你是一個專業的 或者是投資者 如果不是的話 一般人都是一身人一切 是 這更大決定 那他的積蓄可能就放在那裡 當然銀行也有按揭的款 如果需要按揭的話 那你做大決定 那他的經驗呢 你比如說我去平時消費 買東西 哪一間市場好些 哪一間優質些 是不同的 因為經驗是不多 普通市民的經驗是不多的 所以 還有他牽涉到人生的積蓄 金錢很多 所以都一定要小心一點 是的 買家方面 其實怎樣去平衡那個風險 或者買家的風險 和買家的風險 其實是否買家的風險 比較大一點 照到你 就給了一大筆錢 放在律師樓裡面 有什麼事 其實他又上不了會 其實對他的影響會大一點 你覺得都可以這麼說 買家 剛才所說 要付小訂 大訂 和成交的樓價尾數 如果 律師行戶口 是凍結了的話 買家的錢 暫時是不足夠的 但是同樣的業主 業主是成交的時候 他收樓價的90% 通常是比較大的 這個款項 如果最後收支票 如果是律師行發出來的 律師行戶口 都會不會兌現的 同樣的業主 賣方方面 也有風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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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